簡單說現在這銅板架的便當 可能都快要消失了 就有網友分享自己公司的菜飯 說四樣配菜再加上一顆卵 但沒有肉居然也要賣一百塊錢 瓷器看看裡頭的配菜 像是腸豆啦 番茄 高麗菜等等 其實目前零售價都不高 而另外也有網友分享自己買的自助餐 兩菜一魚一肉就要價兩百塊錢 也讓網友直呼嚇傻了 海鮮肉品青菜 通通又想吃什麼就夾什麼 營養均衡的自助餐是不少外食族首選 不過隨著物價飆涨 有顧客被自助餐價格嚇到 桃園一名網友在臉書分享買的便當 一份高麗菜 番茄炒蛋 糖醋排骨 配上水魚竟然要價兩百塊錢 對此建家解釋是因為一塊水魚 就要八十元 民眾買不買單 那太貴了 可能去一次就不會再去吧 老闆這樣多少 一百四 實際來到自助餐店 類似的菜色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貴 看看最新漁產交易行情 圓雪美金平均價來到九十點六元 圓雪片則是六十一點八元 其他自助餐業者說 大部分用的都是鱈魚尾部 價格相對便宜 鱈魚本身比較貴 但是那個是鱈魚尾是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說中間的話 像那麼大 像這麼大片的話 一片本身就要七八十塊 即使沒有大魚大肉 恐怕還是會讓荷包失血 另一名網友貼出自家公司菜飯便當 四樣菜一份滷蛋加上一份白飯 居然要價一百塊錢 看看用的配菜目前價格都不高 長豆預估零售價美金只要四十八元 番茄更是只要二十五塊錢 而高麗菜則有不少地區 殺殺一顆十元 其他業者認為 關鍵可能是出在雞蛋身上 像那個蛋最起碼要一顆 一顆以上的蛋 一顆蛋的話成本就要 一顆就要十幾十塊左右了 物資一直在動 一直在漲 我目前是自行吸收 還沒有漲價 在這漲漲上漲的時代 同伴加便當恐怕也會漸漸 跟著消失 記得做這次簡訊書 台北陳寶寶